第二九题 如右图所示是某种视觉障碍 成像在视网膜之前 造成视力模糊的情况 请问这是什么病症 该如何矫正 我们看到我们的成像在视网膜之前 老师上课提示过 在成实像的时候 越靠近焦点 成像会越后退 所以我希望成像要后退一点 所以表示物体要靠近焦点一点 所以要拿近一点 要拿近才看得清楚 就是所谓的近视眼 我们又看到它的成像是比较前面的 所以希望它晚一点成像 才会落在视网膜上 所以应该让它先发散一下 凹透镜才会具有发散的功能 所以这个人得的是近视眼 应该带凹透镜矫正 第二九题问 请问这是什么病症 应该如何矫正 我们答案选的是A 近视眼应佩戴凹透镜